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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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歡迎來到頻道,我是Annie 今集就要來這裡 這裡在哪裡? 還有來這裡做什麼? 因為有人問我 Annie,沙巴是否只有海島 去跳島 或者去晨山 晚上之後就沒有節目和活動 當然不是 沙巴也一樣有夜生活 所以今晚朋友帶我來這裡 喝東西和平衡 現在我們進去看看 看看 哇,這裡真的有很多 淋淋種種的酒 應有盡有 看這個環境 給我感覺就好像 清巴 我們可以坐在這裡 跟巴探討聊天 我看到原來 有很大的酒桶 哦,這個就是 原來婆羅洲 自己的品牌 是一個手工啤酒 1602 可以叫 沒有形容去試一下 我也有做些功課 因為我知道 針啤酒有技巧 它的泡 和啤酒比例 和杯子要夠冷 現在已經坐下來了 請點一下這三款 1602的手工啤酒 分別是有這個 第一款 這個啤酒 第二款 和第三款 你看到這個顏色 是由淺去到最深的 濃度 也是由淺去到最濃的 還有看到 這個 是由淺去到最濃的 婆羅洲 自家品牌 手工啤酒 1602的老闆 手工啤酒 的老闆 Tony Tony 就是這個品牌 的老闆 我想問問他 為什麼會叫 1602 這麼特別呢 這個手工啤酒 我用華語 為什麼會叫1602 其實是在1602 的時候啊 就是我們的 Lager啤酒 Lager啤酒 單身的一個年代 啊 但是 它是在1602年的時候 這個我們的 Lager的酵母 才開始被發現 呃 然後才開始 會有Lager啤酒 啦 1602年前 的時候呢 我們的酒 是白色的 啊 OK 那個時候是有1602 然後另外呢 就是最重要的一點呢 就是 呃 1602年 也是我們 婆羅洲 正式進入世界地圖裡面去 嗯 嗯 正式有的 婆羅洲 在地圖上 嗯 所以是說 在1601年的時候 已經有世界地圖了的 那個時候呢 它 是沒有婆羅洲的 這個在裡面 然後 為什麼我們要用 這個1602的這個名字 嗯 因為1602年 它正式進入世界地圖嘛 所以現在我們就要用 1602 這個特別的這個號碼 來讓全世界的人 重新認識我們 婆羅洲 好 那真的很值得 紀念啊 這個日子 我自己呢 就很少喝啤酒的 老實說 但是呢 我就很想嘗嘗這個手工啤酒 究竟呢 出來的效果啊 味道啊 感覺如何 現在我喝了這個呢 是最清第一杯 嗯 這個呢 是清清淡淡 好易入口啊 這個第一款來講呢 還有呢 它夠冷啦 所以很舒服 這個是有些少 是不是花香 還是怎樣 清清的 這個酒 那我先嘗嘗這個第二杯 嗯 這個是再濃一點 但是呢 我自己喜歡這個 是的 這個呢 比剛才這個呢 會再濃一點 那裡面呢 有一點點甜甜的味道 等一下問一下 究竟老闆裡面有什麼的秘方先 那來到這個 這個是最特別的 我以為是黑啤啦 原來呢 它說呢 不是黑啤那麼簡單啊 它是有控焙的成分裡面的 控焙啤酒喔 我真的第一次聽 控焙咖啤喝得多 哦 咦 看來這杯 我覺得應該最好喝 雖然最濃 哈哈 因為這個呢 真的有一點點 這個after taste 它有一點點淡淡的那個 那個呢 好像平時呢 喝完咖啡少少 那個控焙呢 那個味道 是真的出來了 很特別啊 再這樣喝法呢 我會醉的 所以呢 就要聊聊天 那呢 剛才呢 我就已經喝了這三款啤酒 那我自己呢 因為對啤酒不好認識 那我想問一下你 我有沒有說錯 那這個呢 我就是控焙 我就喝多一點 是好像朱力咖啡 那種味 啊 是 昨晚你是講 你比較少喝酒 嗯 那你要嘗嘗你喝酒 哦 ok 要多一點喝 喝多一點 因為這個黑啤酒 這個我們講 它是用那個黑麥芽 還有麥片風啤 風啤 然後把它做成這個黑啤酒 然後它的口味 就像你剛才講咯 它會有巧克力咖啡味 哦 巧克力咖啡味 然後重點它 這個黑啤酒 它還有這個 抗氧化 還有這個維他命 維他命B 嗯 所以真的是 你要多喝一點 我們可以叫它 叫健康的啤酒 這個黑啤酒 越喝越美 是 是 那另外呢 我就想問一下 我自己 因為剛才你說了 我對啤酒的認識 就不深了 那我平時見到 買那些罐裝 或者在街上買瓶裝啤酒呢 和你們現在這個 手工啤酒呢 其實主要的分別在哪裏 ok 這個啊 主要的分別 它就是 我們的啤酒 它是有分工業酒 和新鮮啤酒 這個我們的 新鮮的精釀啤酒 它可以講是在這個啤酒裡面 它是屬於最高級 最高端 最高級 最高級的 然後接下來才是工業啤酒 那種 然後接下來是瓶子 接下來是罐 這樣子的分別 然後 它的分別不一樣的地方呢 它就很像 很像 例如 一杯新鮮的 橙汁 一杯新鮮的橙汁 然後跟一個罐裝的橙汁 所以它的分別是這樣子 很像我們喝罐裝的橙汁 我們喝一百罐一百罐的味道 都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 當我們喝這個新鮮的橙汁 這個新鮮的橙汁 你喝一百杯 有可能一百杯的味道 都會不一樣的 因為它是新鮮 先做出來的 這樣子 然後 重點還有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 這個工業啤酒 它的製造方式 它是在七天 就可以製造一杯出來的 所以是很快的速度 就可以做出來的 七天 我講是已經滿長了 如果是我們的這個新鮮啤酒 我們是需要用到二十一天 來去發酵 來去做 才能夠完成整個的這個過程 這樣子 然後還有它的 我們講副作用 OK 新鮮的啤酒 就像今天我們喝了很多 然後另外一天我們醒來 是不會有宿醉的 不會有宿醉的 這樣吃 不宿醉 不宿醉 是是是 明白明白 那真的認識多了 Tony這樣解釋 就明白了 用一個新鮮的橙汁 和你平時買的 罐裝的橙汁的分別 就真的很不同 這三個啤酒 都有它的名字 那我先問一下Tony 和你簡單介紹一下 簡單介紹 OK 就是那個 現在第一餅 就是這個 那個 它是我們在18世紀的時候 在德國的那邊 釀造出來的啤酒 來的 那個啤酒 OK 所以我們叫它 叫做德式啤酒 OK 然後另外的這個 Pell 這個有點滑翔味的 它是我們的 英式啤酒 它是英式在17世紀的時候 釀造出來 那個時候 也是英國 大中華 都是在喝這個 Pell 這一款啤酒 OK 我自己剛才喝完之後 就比較深刻這個 因為這個 那個酒花香 就是每一口 都是淡淡出來的 所以這個我也挺喜歡 而這個呢 黑啤 那就是 叫什麼名字 特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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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名字叫做Extrada Extrada Extrada 就是很黑的意思 Extrada 特別黑 因為這個是烘焙和珠力咖啤 去養製而製的 這個也很特別 很少喝到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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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啤酒 當然要配下小食 來到沙巴這裡 都很隨便 除了平日 我們在香港 可能會吃些Nux 薯片 原來這裡 可以配上地道小食 例如這個炸香蕉 還有這個是燒雞翅 都很配喝這個啤酒 原來將這兩個啤酒 可以混合在一起 就變成第四種口味 聽到Tony說 他們接下來都會研發第五種口味 是不是 第五種味道 其實我們已經有做了 是在聖誕節 到農曆新年的時候 我們會退出 所以推出的時候 我們的啤酒是紅色的 哇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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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個 就是聖誕節的紅色嘛 農曆新年也肯定是紅色 所以我們要紅 會有紅色啤酒 然後當然在接下來 我們會有 繼續在推出第五種啤酒的 就是 我們會在季節性的出 就很像父親節的時候 我們會出英雄酒 可能兩個月就沒有了的 然後在接下來兩個月過後 我們會出另外一種啤酒 其實 能夠一直不斷地這樣寬口味的啤酒 也只有新鮮啤酒能夠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們就都都去去 我們會有很多 可能是那個龍醬的味道 還是玫瑰花香的味道 好像很多食材 藥材味 海鹽味 還有那個白德味 都可以的 厲害厲害 應有盡有 剛才 Tongy提到 有些季節性 我們叫期間限定的啤酒 例如是父親節出的 這個叫英雄啤酒 很特別 到時大家一定要嘗嘗 拭目以待 還有這個 最快會出的 就是一個在聖誕節和新年期間 紅色的啤酒 但是到時 什麼口味呢 應該就不透露了 到時大家一起嘗嘗 就會知道 那我們繼續喝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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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杯 剛才跟Tony聊天的期間 就問到 價錢方面 因為我們這裡 他們叫精釀啤酒 我們香港人就叫手工啤酒 一般你想到手工啤酒 都會比較貴 尤其是比工業啤酒 但因為這個品牌 是本地的品牌 所以就不需要徵收這個 是入口稅 相對的價錢 其實就跟工業啤酒 是差不多 所以下次就可以嘗嘗這個 新鮮啤酒 杯杯都不同的 價錢的底音很多 今天都很開心 因為你可以品嘗到 這個婆羅洲 自己出的品牌 一個手工啤酒 1602 對它也認識多了 我自己本身 其實是不太懂 這個手工啤酒 或者是平時買的 罐裝啤酒 而今集就知道了 獎智色 還有可以跟大家分享 沙巴也有夜生活 有清巴飲食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們下次來沙巴 都可以考慮來這裡 這裡給我感覺很舒服 可以聊聊天 三五之幾 喝一杯 很舒服 很自在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就記得 讚好和分享我的影片 給你們的朋友 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就快點訂閱 看看我下一次 會介紹沙巴 什麼地方 和大家分享什麼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 溫馨提示大家 喝了酒 記得不要開車 所以現在我們 叫Grab回家 拜拜 我的酸 咖啡 你叫你